哈喽宝贝们 我最近呢一直在剧组里拍戏 其实这一次不一样 我拍的是农村戏 现在我们就已经转场到了车上 老师在背词 然后就被我抓过来 来跟大家分享了 这次拍的这个戏是农村题材 我们开始了一个新的赛道叫村偶 村偶 大家都听说过古偶 谢偶 村偶你听过吗 村偶 我们这个戏的特点就是 大家都有共性就是 黑 对对对 没别的 我们已经很黑了 但是我们还打了个很黑的地 老在黑夜里都找不到互相的 因为我们很毕业 都是黑色的 我们就是要环境那种 现在的白柔柿啊 美不是以白而定义的 对不对 有各种各样的 那接触大自然 接触农村 接触这些环境 这自然的风光 也是一种美 总在戏里 平时休息的时候 还是会经常聊天 记起来了 就是上次你说 那个数字演员 就是大家可能日常 也是有听过数字演员 但是现在 还是不过了 这个我压记 拿出来拿出来 短剧盛行 初期有些接触的时候 因为场面比较低 我们会碰到很多的演员 然后有专演 有些专演 然后敢巧不巧 在有一个戏上 就碰到一群非专演 他们的血儿很好 贴合角色 我开词就算了 非常大的障碍 那词也非常非常绕 为了在进度上 实在是没有办法了 就开始出现了 我们的所谓的数字演员 应该喝口气 是一定要给人家 无论行 口笛上啊 从这个开词的流利物上 做不到 我作为一个导演员 每天面对的是 各色的1234567 然后 就是你站得很难吗 无论是他演 还是我作为对手都很难吗 因为有副大演的话 都会提 比如说他下一句词 是有七个词 所以副大演员 能哪种 七 那样是1234567 然后我在这边 我就说词 打打打打打打打 接下来 1234 1234567 1012 就属于这种不孝这件事 挑战非常大 所以大家下次再看到一些剧的时候 如果你们觉得口信没有对上去 你不知道他们在说着 然后现在 有位差不多了 那今天分享就到这了 拜拜 拜拜 134567 3456789